在描写敌后抗战与敌战区地下斗争的电影中 有两部影片一上映 便一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 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观众 这就是野火春风斗骨城与敌后武功队 这两部电影均改编自同名小说 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 那么影片中的精彩故事都发生在什么地方 真实的历史究竟怎样 片中那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又都是谁呢 讲武堂继续与您一起 重温红色经典 还原历史阵线 敬请关注张东 夏宜东 卢勇 本期为您讲述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野火春风斗骨城 与敌后武功队 天赵大帝是清华日军当年悍然打响全面清华战争第一枪的地方 也是无数天赵儿女奋起抗争保家卫国的战争舞台 在这里呢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火剧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两部经典影片 野火春风斗骨城和敌后武功队呢 反映的就是他们传奇的战斗经历 这两部影片呢 实际上主角是一致的 都是敌后武功队 他们反映的历史背景也一样 但是拍摄的年头影片的风格好像相差比较大 野火春风斗骨城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抗战题材影片 因为它反映的主要的那个抗战活动是在城市 而不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乡村啊 这个山区啊 平原啊 它不这样 它主要的是在一个城里 所以它这个名字也叫做野火春风斗骨城 这个骨城指的是河北的宝定 我们知道这个宝定府啊 自古以来就是金师盟户 重要的军事重镇 在七七事变之后 日军侵占了宝定府 那么唯一河北省公署 就从天津呢 就搬到了宝定 那么宝定呢 就成为华北日北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 所以这也就决定了 这里也将变成我们低红武功队啊 对地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战场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短片 看看当年这个斗争的一个概况 电影野火春风斗骨城 于1963年上映 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 我地下工作者对敌人进行策反斗争的故事 1943年 游击队政委杨晓东根据党的指示 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的护送下 进入省城宝定 试图争取为治安军团长关靖陶 游击队在一次伏击中 俘获了关靖陶 但却引发了敌人的大搜捕 金环和杨晓东的母亲相继被逮捕 关靖陶被游击队教育之后释放 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当被软禁的关靖陶突然见到金环时 他惊慌失措 而机制干练的金环却将计就计 巧妙地避免了一场风险 为关靖陶卸托了责任 自己却应有旧意 这让关靖陶深受感动 杨晓东见时机成熟 与银环一起登门拜访 申明民族大义 关靖陶最终决定 弃暗投明率不起 影片情节曲折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形象刻画细致入微 感人至深 我看了一下有关的资料 我感到 这个《野火春风斗古城》 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这部电影 好像非常像 他的原作者 李英如的《个人自传》 有点像 我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同意说 他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 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 是他个人战斗经历的一个写照 这一代的作家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本身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那么他们从自己经历战争 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这样他的作品中 不可避免的会有自己的影子 或者是自己周边的这种人物等等 李英如呢 我觉得也是这样 他本身呢 就是保定人 然后呢 他在上学的时候呢 学习特别好 当时他的老师曾经说过 说你要是这么学下去啊 我可以将来把你给送成近视 如果说是过去那种科举的话 但是 后来好像应该就是相当于现在地区高考状元一样 对 河北省的第一名呢 河北省第一名 是考入北大 就是当时的燕京大学 对 可是他呢 又没有继续读下去 后来当时年轻人都去延安嘛 可是李英如呢 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他不愿意去 他说特别喜欢他这个地方 他自己拉了一支抗日队伍 实际上他当时是面临了两 三种选择 一个是我们党找他 加入我们的队伍 对 第二个是国民党找他 说我我培养你 保定军校 我给你薪金 给你给你白面 就是就是待遇非常优厚 但他选择的是张老师说的 第三条刀 他自己拉起队伍来打 打日本 电影野火春风斗鼓城 改编自李英如的同名小说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李英如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李英如于1914年出生于河北宝定清源县 他幼年丧父 家境贫困 与母亲相依为命 七七事变后 他毅然放弃学业 返乡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 李英如1938年春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曾任记者 编辑 八路军某部团长 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真实的战斗经历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 因为他的保定本地人嘛 情况熟 有社会人脉关系 党让他到保定去 执行一项非常特别的任务 好像是建立一个交通线 交通线 对 但是杨晓东的任务 他是按我们的话说呢 实际上是搞兵运工作 去策反 策反 里面的这个伪团长 是这么一个任务 对 因为在当时的抗日斗争中啊 我党非常重视 在敌后展开对伪军的兵运工作 因为我军我党搞这个兵运工作啊 应该说是有传统的 嗯 从27年开始 我们都是非常重视 对这个旧军队的改造 策反 起义 那么 在敌武力量非常悬殊的抗日战争中 我党非常重视对伪军的这种策反 嗯 所以呢 当时党中央 号召各个地区 都要组建一个 敌伪军兵运工作的委员会 嗯 要建立分战 分战下面要建立工作小战 所以在当时的冀中 也非常重视这一点 就要求在保定建立一个兵运工作战 乃策反保定的伪军 嗯 同时担负一定的掩护交通任务 所以这个杨晓东 就是执行这样的任务 就是确实是杨晓东的任务呢 进入这个保定以后呢 他的任务就非常明确 他说我现在主要的这次任务 就是来策反这个关靖桃起义 那么他为什么选关靖桃这个人呢 关靖桃是这个当时治安军 治安军有三个团 他是其中之一 他这个团呢又是战斗力最强的 那么这个人物呢 就是为什么会选定他 这个影片呢 他的交代是非常清楚 他就说第一 杨晓东在来之前 他在根据地就做了一些功课 了解这个人 他了解到关靖桃的背景 和其他的这些伪军官不太一样 他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军人 所以这是一点 另外呢 他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他又通过了 他下面的这几个 这几个地下工作的 原来城市工作的这几个人 像迎环啊 像这个韩燕来啊等等 慢慢的去了解他 逐渐就是确定了 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那么影片中呢 表现这个呢 这个人物呢 也是下了很大功夫 比方这个关靖桃这个演员 他选择的是王润申 这王润申呢 是当时一个 也是非常英俊小生 而且又有点内在的那种 感觉有点舞的那种感觉 他是文和舞 有点结合的这么一个演员 表现力非常强 他的出场呢 就是这个城方司令 他的一个宴会 他升官了 然后搞一个这个 欢迎的这种什么宴会 上来以后呢 他到那儿就是说 民国27年 跟着我打天下的又谁 有几个人站起来 他说啊 都是两杠撒花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又说了一个 民国三十二十九年呢 又是一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关靖桃也是两杠撒花 可是他什么都没反应 没反应这个时候 为什么呢 这个司令走到他面前 说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从军校出来 就是把他的这个身份 地位和其他人的不同 一下子就点出来 所以叫官团上这个人呢 历史上应该是有原型的 我看到过一些资料 一些回忆呢 说这个原型叫王浦 是葫芦岛人 他早年就是赌军校的 参加了东北军 是张东方手下的一个军官 这个东北军的讲武堂 毕业以后 那因为有知识有文化嘛 提拔的也很快 后来就当了伪军的团长了 但是我们当时怎么发现他的呢 就有一次跟他遭遇战了 遭遇战了以后呢 这个王浦呢 王团长了 不是电影中的官团长 命令他手下不允许开枪 意思说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当时就发现 这个人不一样 这个电影是刚才我们谈到 就是他选的这个角度 因为是为了要表现 争取关锦陶 这样的一个主线 本来的这个小说中啊 它是一个长篇小说嘛 三四十万字的一个小说 实际上杨晓东是第一主角 就是说一号人物 他是很重要的一个 他很多的工作 都是围着杨晓东展开的 那么在电影中呢 因为要把这个争取关锦陶 作为一个主线 那么杨晓东的作用呢 相对来说呢 就弱了一些 就是好多事情 他不方便出面做嘛 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导演就把这个主角啊 定为银环 所以这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这个金环和银环 对 所以这样子杨晓东的这个历史啊 和他的一些东西啊 在这个影片中是被弱化了的 但是他出场的时间 就是虽然说的那个 不是说主要的分量 但是杨晓东的出场和他的 等等的一些表现 还都是分量十足 他所弄的那个画龙点睛 有一些事情 他的这种处理 这个人物还是能立得起来 还是能看到 就是当时我们党的 这样一些 他是搞军事斗争 从根据力来的嘛 那么到城市以后 他又游刃有余的周旋 在这些人之间 这个还是能够看到 而且我觉得啊 这部片子啊 有点像当年的偶像剧 你看他的主角 这个超级大帅哥王兴高 现在这个上了年 稍微上那年纪的大姐 回想起来觉得 哎呦 还是真帅 但是呢 更多的观众啊 可能还比较喜欢 启动女主角 王小棠 来饰演的这个 金环和银环 金环和银环 是电影野火春风 豆腐城中 最吸引人的两个角色 作为交通员的金环 刚毅 干脸 泡沫 泡沫 而宜院护士为掩护身份的银环 却文静 温厚 沉稳 导演在拍摄这部影片时 选用同一个演员 来饰演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姐妹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艺术手法 然而最令观众好奇的是 这种一人是两绝的拍摄手段 在当时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个人实验两个角色 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一种 比较少的一种表现手法 这个呢 就是要说到这个片子的特色 在艺术上 可能一个非常突出的 就是金环银环 是一个人来扮演 那么这个就要说到 这个导演演继洲 严济周导演呢 也是一个老八路 他是那个贺龙的部下 应该说是这样子 但是他本身呢 是南方人 他是长熟人 他很早就接触过电影 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看着那当时的上海 一些上营场啊 当时拍片子 上海一些电影 他们上海本身是个城市 他没有乡村 他一旦到要拍到一些农村戏呢 就跑到周边 什么长熟啊 长州啊 苏州啊 在这儿 那么严济周就在很小的时候 就有机会看到这些片子 他非常聪明 他就萌生了 自己也想拍啊 怎么怎么样的 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么其中有一个片子 给他印象很深 就是蝴蝶演的一个片子 叫紫媚花 在这个片子中呢 就是蝴蝶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他这两个角色呢 也是不同 一个呢 是就是 是一个太太啊 走阔态的 还有一个就是 很贫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贫苦的一个妇女 就一个人 演两个角色 最难的是 就两个姐妹俩 两个人面对面谈话 这个是最难的 对 他这个二次曝光呢 实际上就是 解决的两个 两个人 放在一个画面里 他其中的 颜导演要求很高 他说你啊 得给我拍出来一个 能 就是 两个人勾肩搭背 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不能说 俩人中间隔一棵树 或者说是 看起来很别扭 他对特技说 你必须给我做到 结果特技呢 还就 真做成了 你这个丫头啊 平时吧 不哼不哈的 没个利索劲 可遇事呢 你比方刚才 有那么毛手毛脚的 你看 怎么这事就来了 来不及 来不及 往后的跟着杨正伟啊 好好学 大家一说呢 就说去王小棠 这是当年 我们很多老观众 心中的偶像 女神 心中的女神 王小棠呢 演这个金欢迎环 这个角色啊 他自己也是非常喜欢 这个 当时严细周导演呢 在确定了 要拍这部影片以后 在女主角的 这个问题上吧 也一直在考虑 也有很多人给他推荐 也有很多当时的 著名演员 就说这个啦 那个啦 但是他心里呢 一直都不是 特别的中意 最后呢 就是王小棠 他在一个会上 猛然间看到王小棠 实际上他跟王小棠 也熟悉 在这之前 已经合作拍摄过影片 他突然间看王小棠 他觉得 他可能可以演这个角色 他对王小棠 还是比较了解 他就跟王小棠说 你看没看过 野火车风斗骨城 想不想演这个 王小棠说激动的 就快跳起来了 特别 这个角色 因为对演员来说 太有吸引力了 尤其是一个人 演两个角色 大家都说呢 王小棠的性格呢 和金环比较接近 就是他说话也比较利索 干脆利落 但是觉得他演银环的那种 温文尔雅呀 那种什么不太对 然后王小棠呢 他就有意的在生活中 去模仿这个银环的动作 包括他平常说话呀 带人呢 吃饭呢 等等 都是比较温和 比较那个 那么有些人都说 王小棠怎么回事 怎么这样啊 觉得这挺奇怪的 其实他是在体会角色 所以这个姐妹两个呢 确实是一个很阳刚 一个很青春 演的就是性格的反差 也特别清楚 全有家居 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将绿色产业链 带到了您的身边 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群 全新为您打造 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在描写敌后抗战 与敌战区地下斗争的电影中 有两部影片一上映 变译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 吸引和影响了一大批观众 这就是野火春风斗谷城 与敌后武功队 这两部电影 均改编自同名小说 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 那么影片中的精彩故事 都发生在什么地方 真实的历史究竟怎样 片中那些传奇式的 英雄人物的原型 又都是谁呢 蒋武堂继续与您一起 重温红色经典 还原历史阵线 敬请关注张东 夏宜东 卢勇 正在讲述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野火春风斗谷城 与敌后武功队 王小棠饰演的金环和银环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王小棠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影星 然而这部影片中还塑造了另一个感人至深的角色 那就是杨小冬的母亲 他有着悲惨的身世 却把唯一的儿子献给了革命 为了支持儿子和党的视野 他毫不犹豫地做起了交通员这项危险工作 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消息和宣传品 特别是在被捕后 他机智地识破敌人的花招 毅然坠楼身亡 他为儿子树立了榜样 用行动激励儿子英勇斗争 那么这位母亲的原型究竟是谁呢 可能还有一些观众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杨小冬和他妈妈之间的 母子之间的感情 杨小冬的母亲呢 是一个就是很伟大的母亲 其实他的形象呢 代表了当时纪中那一代的那种英雄母亲 可以这么说 他们的儿女都去当八路了 都去参加革命 打日本鬼子了 而他们本身的那种性格 那种刚烈 在这个片子中啊 表现得都很清楚 而且像这样的形象 在其他的片子中也有 有一个非常 就是感人的一个细节 一个情节吧 就是这个 杨母被捕了 就是敌人因为 他为了想破坏这个杨小冬 他们这些工作嘛 就把他母亲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呢 那么就两个人见面了 这时候呢 见面以后杨小冬就 也是非常难过 就是他妈妈被人抓来了嘛 这个高司令 这个伪军的这个治安司令就说 我要死容易 我让你们俩互相看着 对方受罪 看你们怎么办 我看你们还是 说他要签一个什么 相当于那种便捷的那种 那种什么书吧 相当于四手书类的 他说我要 我要让你们两个人看 你们俩互相看着 对方受罪 我看你们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两个人就要分别被拉开 养母说 等一会儿 说我有话说 他有一句台词说 我的儿子 我说话他听 他就过去了 过去呢 就跟着杨小冬说 说是摸摸他的头发 然后就说 你再看妈一眼 其实观众亲里就有点明白 老太太要干什么了 可是你也不清楚 然后给了一个空镜 一个凉台 就是这个房子是一个二楼嘛 一个空镜 一个凉台 老太太又看了儿子一眼 非常深情地看一眼 就是说 就是要胜利了 他说可惜我可能看不到了 啪一下 把这个儿子推开自己几步 就从凉台上跳下去 这个就是他为了 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种大义凛然的这种表现 那么后来镜头给了几个 旁边的这些人 就是一个是高斯林 一个是这个关锦陶 都非常吃惊 大家都没有想到 是这样的一种情景 其实在当时的抗战的现实中 应该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 那么这个李英如 他创作野火冲锋斗骨城 他描写的杨晓东 和他母亲之间的这种感情 他的母亲为革命献身的这一系列的故事 是源自于李英如本身他的家庭 李英如在少年时期 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的母亲可以说是 含辛茹苦的来培养李英如 后来李英如成了状元 如果说培养一个状元 那可是要花很大的精力 你起码就说家务事不可以干 你天天要经常的要读书 念字学习 那么一大家子的人的生计 都需要母亲维持 所以李英如他和他母亲之间的感情 非常深 不过这个真实生活中的李英如的妈妈 并没有牺牲 也没有被敌人抓过去 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堡垒户 对 就这样的家庭 我们是要重点保护的 他一家子都奉献给革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安全相对来说 可能会好一点 这里面还有一个情节 就是李英如还创造了一个记录 他是第一次把派人打入到日军那边去 把他们一个伙夫给他争取过来 让他提供情报 就把这个工作打到敌人内部 这是好像 据有些专家研究说 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么咱们争取关锦陶起义呢 其实在这个片子里 最后这个杨晓东出面 亲自见他 见他两个人有一场谈话 这场谈话呢 导演处理的非常精彩 因为无论怎么讲 就是讲道理 观众也不爱听了 他这个时候呢 就处理的前景呢 是杨晓东在这说 从说了几句话以后 开始就没有声音了 杨晓东就嘴表情一直在这讲 那么后警就叠化出来 一下一副一副的叠 就是他的一些 心理活动 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比方他怎么看到金环牺牲 怎么看到养母跳楼 然后高大成的那个怎么样对他 那个高司令怎么样对他 还有特务如何的侮辱他 他这个在这个期间呢 蓝毛特务打个电话 实际上什么的没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看你晚上在不在家 就这么一个监视 所以他的很压抑的情绪是这样子 通过了这些层次和他自己的表现 最后这个人物起义 这样才顺理成章 官团长起义了 野火冲锋斗鼓城里面 我们的敌后武功队的 这个同志们 他们的任务也光荣完成了 实际上他们所承担的这项 动员官团长起义这个任务呢 只是当年我们敌后武功队 所承担的很多任务中 其中的一项 当年敌后武功队 所承担的任务啊 可以说是形形四色 但是呢 又非常重要 这些呢 在我们的另一部片子里面 敌后武功队这部影片里呢 有所反应 我们先来看看短片介绍 敌后武功队这部电影 拍摄于1995年 由雷献和康宁知道 改编自冯志的同名小说 影片讲述的是1942年 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 进行了残酷的武衣大扫荡 使这一代的抗日活动 被迫转入地下 敌后武功队第一小队队长魏强 带领武功队钻进了敌人的心脏 开展敌后斗争 他们在复杂艰苦的斗争环境中 同日北军斗智斗勇 巧妙利用日军宪兵队队长松田 汉奸刘奎盔胜 为警察哈巴口三人之间的矛盾 离间瓦解敌人 敌后武功队 骑西南关火车站 利用松田除掉了刘奎盛 随后武功队化妆进城 打死了接任刘奎盛的 夜袭队队长哈巴口 并炸毁宪兵队总部 扫平夜袭队 最终击毙队长松田 取得了敌后抗日作战胜利 我们看了短片 这还是个彩色影片 说明它拍摄的年份是比较迟的 不像早年那些黑白的经典影片 敌后武功队这部影片呢 恰恰是20年前拍的 它正好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我们今年是70周年的纪念 它是为纪念50周年而拍的 那么这部片子呢 和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些影片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片子 而且片名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拿我们当年 人民武装的一个名称做片名 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 敌后武功队 这种组组形式啊 在抗战时期是非常特殊的 敌后武功队啊 它全名叫做敌后武装工作队 我们知道在1942年呢 日军搞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华北大扫荡 它为什么搞这个华北大扫荡呢 我们知道在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的主要的迷力 都应付到了远东 到太平洋 那么这个时候 日军大本营都认为 为了保证主力的后方的稳定 同时啊 需要充分的这种物资的保障 需要把华北这块自安区啊 稳固下来 说你这个地方不要乱 由此 日军在港层临次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下 就搞了一个大扫荡 对我们当时的打击非常大 我们根据地当时开始之前的应该是比较大的 发展的比较好的 那么华北大扫荡一下子 就把刚才您说的 就把我们那个根据地啊 分成了格子 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分成小块 根据地大大的萎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进行过去的那种大规模的运动战 你很难的 你再退 也不好退了 那么怎么办 到敌后去 所以他这个是敌进 我进 就是原来这个日军 发动全面清华战争以后呢 他一路推进 国民党一退千里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呢 是当年就是敌进我进 是那个敌进我进 已经到了敌后了 到敌后开闭根据地以后呢 敌人搞伪大扫荡 又往前推 这个时候我们的武功的应运而生 我们到敌后的敌后 对 所以这是一种对付日军的所谓的清香蚕食扫荡的这种一个非常有力的斗争形势 那么这个敌后武功队啊 他可以说是非常精感 当时啊党中央啊号召各个地区啊都要开展敌后武功队 所谓到斑边战术 是到敌人侧后去 后来党中央专门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就提出了一个作战方针 就是你说的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 把这个列为全党全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针 那么敌进我进 那么我进你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兵团去进 你只有小规模的武装分队 所以敌后武功队整个编制特别的小 小的一二十个人 大的也就五六十个人 三十到五十个人 当然五六十个人的话呢 他也要分成小队来进行活动 这个我们在整个敌后武功队片子里也能看出来 这个敌后武功队这个片子呢 他的作者叫冯志 也是一个河北地区的一个参加过武功队 甚至做过武功队长的这样一个人 小说敌后武功队 取材于作者冯志的亲身经历 冯志 1923年出生于河北近海 自幼父母双亡 家境贫寒 只读过四年小学 七七事变爆发后 冯志离开了家乡 在冀中九分区参军 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 冯志参加了吕正曹将军领导的 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 曾任勤务员 警卫员 班长 排长 武功队小队长 文工队长 等职务 1958年 经过多年创作修改的长篇小说 《敌后武功队》出版 迅速在文坛掀起了一阵红色旋风 1995年 这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敌后武功队》 这个片子呢 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就是反映这个日军大扫荡以后 给我们根据地带来的损失 在这个片子中一开始 就是看着就是很悲惨的一个状况 那么夜里头 这个有人去敲门 说大娘大掰 我是武功队 结果这老大爷一开门 老大娘在后面 一刀给捅死了 这样 就是实际上呢 敌人呢是 连老百姓都要给你斩尽杀绝 就不要让你和武功队有一种交流 所以他拿这个来试探 就是开头就这样的一个试探 一下子就把 叫这个片子中最开始的叫东王庄 把这个地区的百姓 全部给集中到一块 这个片子的这一块 我自己叫他可以叫学习东王庄 一共大概18分钟左右的这个镜头 全部在拍这场大屠杀 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特别惨无人道的这样的一种残害 就让你充分地感觉到 当时那个环境的严酷 斗争的那种艰苦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艺术的渲染 我觉得这是非常写实的 因为当时集中地区在敌人扫荡以后 几乎是就是家家代孝 三观政策 对 非常的残酷 所以这个就把当时的这个武功的产生的背景 斗争环境的恶劣就一下子给你烘托出来 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想你不可能有大兵团 大规模的去和这些日本鬼子呀 或者和伪军正面对抗 那么你只能采取这种小儿精 然后就是这种出其不易 它是一个大的环境的敌强我弱 那么但是你在小的环境中要造成一种出奇兵 然后能够在某一个局部取胜 得到一些现成的这种利益 所以敌后武功队这个片子呢 实际上它所表现的这个内容啊 也主要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些一些问题上 就是它这个小说呢 是反映的一个整个地区的一支武功队的这种活动的 这些 这些那个那个当时的状态啊 它主要有三个敌人 一个是那个违警察的那个叫哈布狗 还有一个是伪军的大队长叫刘徽胜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他这个里面的日本的一个指挥官 他是这样的这样三个敌人 然后武功队呢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和这三个主要敌人的这种 这种斗来构成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整个的故事主题 但中间也能反映出 整个武功队所担负的任务是是比较多元的 后来我们现在总结武功队都 比如说比较突出的是 可能是有的时候呢 还要配合游击队 打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小规模的一些 配合性的一些侧应性的行动 比较大比较多的时候 出坚反特 把那汉奸给你打掉 还有呢就是宣传 相当于搞兵运 把伪军的这个给他侧反过来 还有做群众工作 而且他们他们的活动的地点呢 他跟游击队不一样 游击队哪怕是平原游击站吧 他应该是更多的可能是在野外多一点 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就在城里 或者是县城里 就在敌人的身边 他有时候需要化妆 需要打入敌人的内部 斗争形式非常灵活 然后呢整个政策政策要求比较高 因为这个敌后五工队啊 后来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啊 成为我们对敌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手段 或者形式 所以当时 金纳基军区就要求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八路军的主力 分成若干个小组 成立这个敌后五工队 就是主力部队地方化 主力部队地方化和边区政府的 这个武装人员和游击队 走边混编成一个敌后五工队 你看我们敌后五工队里面 又有八路军的战士 是吧 又有游击队长 又有这个边区政府的里面的组织人员 这样就承担出一种敌后五工队的 宣传组武装 这样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 所以它就是既不属于正规 咱们现在说我们八路军主力部队 它又不同于游击队 它的编制是落在抗二武装政府 实际上是党政军民合一的 这么一个综合的小型的武装力量组织体 所以对这个敌后五工队的领导指挥 它会对其他的这个部队都不一样 你不能说对八路军 是吧 八路军他要天天的主力部队 要天天天的训练 这样一套的指挥方式 那么敌后五工队的指挥方式 就必须要灵活 在敌后五进行工作非常的复杂 你不能有像八路军那样的一套训练 指挥体制 实际上它这个斗争形势 是公开和隐蔽相近的 你比如说它对我们的群众是公开的 对那些可以争取过来的伪军是半公开的 但对那种对日军来说 对那种铁杆的伪军来说 它是隐蔽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它又是文武结合的 它可能对我们要做进行工作的那些人 是来文的 对我们的群众也是来文的 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 但是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死因分子 它又是动武的 斗争方式非常的灵活 敌后武功队最早出现在1941年 此后各康尔根距地执行敌尽我尽的方针 纷纷派出各种类型的武装工作队 对粉碎日本军的扫荡 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巩固和发展康尔根距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敌后武功队这部电影 再现了当时武功队斗争的真实历史 敌后武功队当年在华北地区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年我看过日军的一份报告 他说华北因匪患不尽 兵占基地的一切使命 均无法实现 你看 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这个敌后武功队 他在华北地区是名声非常大 老百姓一听说敌后武功队 觉得特别牛 那么武功队的这些成员 也都是就是各个身怀绝技 你没点能耐 没点功夫 你进不了武功队 这个片子中设计的武功队的 这几个主要成员 比方说魏强 这个是一个 他本身是八路军下来的 对 他是八路军下来的 能文能武 也有谋 有勇 很厉害 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演武功队队长的 是演员叫吴京安 大家后来都很熟悉 在演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是照片上的 对 就照片上的这个 吴京安实际上当时还是很年轻 他其实经历也是挺丰富的 很早就开始演戏 然后吴京安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演的角色中 农民特别多 除了农民 第二个就是军人 当时这两个 这两类的人物 找他的也特别多 他可能因为演得特别出色 演得非常好 后来有一次 我跟他参加一个活动 就聊到这个问题 我说的你就是农民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只能演农民和军人 因为军人有好多是从农民 转化而来的 吴京安就急了 他说的 谁说我都是农民 我也是知识分子 我正儿八经是大学毕业 他是军役的这个大学毕业生 80届 80届的也是很 其实很早的 那个时候大学生还不多 所以他说我是农民知识分子 所以以后我也说跟他开玩笑 我说农民知识分子 他呢就是演戏 就是确实是有那种 刚毅的那种劲 但是呢又有一点 小小的那种狡猾 所以他演这个武功队长呢 是非常的合适 另外他的几个 几个弟兄们 也是配的都非常好 那个叫新凤鸣 是个北平的大学生 非常聪明 他但是骑自行车 溜了特别那个 这个片子中他还秀了秀车技 就是也 好像自行车啊 是武功队的 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应该说 到那很多武功队员呢 把这个当时这个 还可以称得上新鲜玩意儿 玩的还是很不错的 类似的片子里面 也有同样 同样的那种 反映他们车技的场景 对 这个片子呢 就是这个自行车 这个道具啊 用的特别好 新凤鸣呢 他是大学生 然后他会骑车 然后另外一个成员 叫贾正 贾正的比较年轻 就觉得他这个特有意思 就说你让我骑去 可他就老骑不好 咚摔了 咚摔了 后来他就练这个 但是恰恰是这个自行车 他对自行车这种知谜 使得他们抓住了 这个哈布狗以后 本来是他负责看押 可是他就因为骑车的时候 一下忽略了这个警卫的 这个责任啊 所以让这个哈布狗跑了 那么这个自行车 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 这样一个作用 后来呢 他们又是 因为新凤鸣呢 发明了一种拉线弹 就是把这个像一个 一个手雷似的东西 拿一根线 拿自行车 拉着控制 一看到真正敌人追上来的时候 他啪 怎么一松 那个咚就炸了 是这样的一个 带有点科技性的 这么一种武器 也是通过这个自行车来完成 而且这个追逐啊 这些的都有这种 自行车的这种参与 所以有人说就是 当年我们拍的这个片子 特别90年代以后 拍的这些片子 叫抗战剧啊 它当然是有别于 现在的抗战神剧 但是呢 也是大涨了我们的志气 因为它反映了当年 我们的人民群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 跟强力者斗争的 迪厚文队的这种片子中的 女性角色一般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个片子中呢 有几个 其中给人留下印象比较深的 是这个何赛飞演的小红云 她呢 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比较 就是当时那种妇女吧 她又是一个受侮辱的 这么一个角色 何赛飞唱的戏我也特别喜欢 她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乐剧轻衣嘛 对 扮相也漂亮 扮相非常漂亮 对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一晃 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70周年了 我想当年 我们敌后武功队的这种 特殊的武装力量组织形式 包括当年武功队员那种 特殊的对付敌人的战法呢 在现代战争中 估计已经很难用得上了 因为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前辈们 面对强敌时 那种无谓的勇气 和敢于创新的那种智慧 必将是未来我们战胜强大敌人的宝贵金属财富 在描写抗日英雄的电影中 有两部影片 以不同的风格 共同展现了冀中大地 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 这就是回民之队 与烈火金刚 这两部影片塑造了马本斋 史更新 丁尚武 等一系列英雄人物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些抗日英雄的原型都是谁 在他们身上 究竟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 历史上真实的敌后抗战 又是怎样的呢 敬请关注奖武堂下期播出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回民之队与烈火金刚